美军军事基地或将成为一个个可怕的感染区 后果极为严重 为什么外国人说 对于美军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自从美国加快新冠肺炎检测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疫情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是还有一个与美国息息相关的区域 就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而且或将成为一个个可怕的感染区 这就是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军事基地 同时美军海外基地封闭 航母会孤悬大海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最早出现感染者是在韩国的基地 现在驻德国的军事基地都出现三例感染病例 例如驻韩美军感染案例 这是美军士兵外出探亲而感染的 一旦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发生疫情 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而且比美国国内城市疫情更加难以解决 甚至有外国网友发表评论 若此情况出现 对于美军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美军海外军事基地数量多 但是基础设施增资不齐 有的非常完善 有的很简陋 例如年初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被伊朗的导弹报复 造成几十人脑震荡 由于该基地缺乏医疗设备 大部分伤者转移到科威特的高级基地进行治疗 所幸美军军事基地大部分是军人 他们执行隔离比普通民众更加严格 这有助于疫情的控制 但是军事基地缺乏疫情检测试剂 无法快速排查出 还有哪些士兵感染却没有明显症状的 这导致整个军事基地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 疫情大范围扩散 现在美国本土疫情非常严重 国内各大城市对抗疫情的设备极度短缺 连最基本的口罩都严重短缺 现在美国本土军队已经提出库存的口罩 给各大城市应急使用 而自己的海外军事基地 是否拥有卫生防疫装备 就是未知之数了 即使有 也是高级的核生化防护服 虽然防御能力最强 但是这些防护服散热性能极差 穿戴后异常闷热 不能长时间穿戴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条件最好的应该是欧洲区域 然而欧洲偏偏是重灾区 欧洲各国本身都无法照顾好自己的国民 没有多少能力去援助美国基地 如果某个美军军事基地出现疫情大崩溃 基地内大部分人员受感染 那么美军就非常棘手 从制定撤离军事基地方案 准备运输载区 到安置和隔离受感染的军人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